郭文貴 志祥 教育教審 好好招呼 在美国語誉身領 海津科学的整合的意義 事實上在這個聯系 我们的过去 我和我教審 欣沈老師也에게多一些论遇 做了中共的经營政策 就是把中共的经营 根据它各自的条件 做了一些重要的困難 事實上很多的惠惠的分析 它可以幫助我們做一些科學的論證 而不是說什麼主觀的訊號 所以這些科學的論證是能夠幫助我們分析 幫我們看 尤其是怎麼樣在學術上找到更具有積極的 這個概念 我想在人家在學生的惠惠 或者人物是更具有價值的時候 這可能就是重要的品牌標準 所以我們今天請王志祺老師來跟各位來分享一下 甚至用深入潛出的方式 怎麼樣來再應用這個 主義來統計方面 能夠給我們在社科學裡面 也怎麼樣更積極的貢獻 我們是不是先掌聲來歡迎 大家早安 謝謝陳老師的介紹 今天很高興 有這個機會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概是過去這些年 就是我自己在 在各個研究的領域方面的一些 應該這樣講出的一些感想跟一些貢獻 不能講貢獻 一些新的 那 成功那個 陳老師的後愛 其實我們過去這幾年 今天早上都會吃什麼 吃摩斯對不對 對 你知道過去 大概 整個政治大學大概 除了我以外 沒有第二個人 跟陳老師 就都吃了摩斯的次數 比如說大概 我跟陳老師吃了摩斯 過去這一年大概吃了至少30次 你們可能會覺得說 王老師你怎麼講話這麼誇張呢 你們是這麼喜歡吃摩斯嗎 其實不是的 就是說 各位手上的那個 書面的資料裡面應該有 我的準備的那個投影片 的那個印出來的部分 你們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到後面做舉個例子 那 陳老師剛剛提到說 我們如果說有一些方法 可以來幫我們做一些驗證 應該這樣講說 在座畢竟 大部分都是所謂的 社會科學 或是人文領域的 就是說 未來的這些所謂的新興 在你的學界上也好 或是在你的專業主義上也好 那過去的話 我說在人文跟社會這個領域裡面 其實就所謂的 法法論上也 其實有一些 所謂的競爭年的態勢 怎麼講呢 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說有很多的所謂的 直性的討論 那這些年的話 其實有越來越多的 所謂的 定性跟所謂的 量化方面的一些討論 那就量化方面的討論的話 我們過去的一些努力 比如說跟陳老師過去這兩三年 我們幾乎一個禮拜到兩禮拜 就會在摩斯 吃碰面 吃早餐 那這個早餐不是這個件事的 主要是我們 針對我們的一些研究的一些議題 不斷的進行反覆的論證 跟一些討論 以及跟我們的討論 把我們覺得有意義的一些東西 把它找出來 然後記憶部的用一些數據去做 或就是說 恰慌我們這方面的論證 那所以今天要是各位分享 大概是這樣 今天主要主題的話 來的是統計方法 跟學術研究方面的應用 那我知道說 如果在座的多位的話 其實有不少的那個專業的背景 其實可能跟統計方面 或者所謂的時政的那個 探討方面的話 其實可能有些距離 可是我剛剛提到 我們說 如果我們的所謂的一些猜測 有一些比較屬於這個 定性方面的討論的話 能夠有些量化方面的一些分析 來作為互補的話 那其實可以讓我們的研究 更完整 更驟嚴 那我們過去的話就是說 一直在 整個的 中國大陸相關的一些意義上面 其實有些討論 那等一下我可以用 最多用兩個例子 就是我們最近發表的文章的例子 來跟各位介紹說 那等一下在未來的一個小時之內的話 你大概很快的了解一下說 所謂的統計的分析 可以怎樣實際應用到 你所關心的意義上面的話 那我希望說在未來的 就是說 這些日子 尤其是各位在 就是說 台灣的這個夏天的這些日子的話 能夠利用這樣的一個工具 等一下 你會看到 利用這樣的工具的話 能夠記憶或者去做一些景點 去做一些景點 所以今天大致上的話 希望說能夠跟各位談到 就是說 其實大家對所謂的統計分析的話 都會有一點擔心說 這樣的部分 我自己如果沒有一個 很好的數學的背景的話 那是不是 有辦法去處理這樣的問題呢 其實不用擔心 這張課的話 主要跟各位談的 希望就能夠 能夠達到的目標有三個 第一個 我們說希望能夠 都會統計方法 跟量化分析 具有基本的一些了解 第二個話就是說 有這些了解之後呢 你可以自己去試試看 去唸一下 就是說 量化研究的學術文章 尤其是你的專業背景裡面的話 你會看到 你越來越多的 就是學術文章 其實 或多或少 都會有一些統計分析在裡面 以前你可能會 但是啊 我可能看不懂 沒有關係 經過這張課的話 你大概就會有這樣的感覺說 我如果是從王老師的這門課 所學到的一些 就是簡單的基本工具 然後用這樣的工具 下去看的話 是不是可行 放心 過去幾年 你們 應該說你的學長姐 參加了這個 所謂的 夏立委員的話 他們回去之後 都覺得說 非常的信心 看的時候不再 不會再覺得直接上來 所以這個部分 我可以跟你保證 第三個的話 如果你真的 對這個部分有興趣的話 那你可以進一步再去看 更 就是說 進階的 更進階的統計模型分析 那這個部分的話是 大概希望說 透過這樣的介紹的話 完整的介紹 可以讓各位在 未來的話 都有更進一步的那個收穫 所以 實際的關係的話 我這邊列了大概 相對比較完整的主題 可是不會每一個主題 我都會非常的仔細的去考慮 所以有些部分的話 如果是相對比較簡單的部分 我會把它留給各位再去參考 因為那個 各位應該都有十分鐘的資料 所以 我們先簡單的來問一個問題 各位想想看 如果我們問在座 在座這個 我們 有多少人 有多少人 有多少同學 100 100 謝謝 我們問一下 簡單問一下 在座的100位同學 請問 來各位猜猜看 你覺得 在座的所有人 今天 7月14號 早上9點 在這個時間 請問 各位 平均的體重 有多重 然後現在看 你要那個 各位有沒有要猜猜看 平均的體重 大概有多重 我想這個有些 對 因為女士來講 會比較敏感一點 好 那 我最近 就以前 常常熬夜在那個 做研究 然後 不知不覺 手就伸了 差不多吃了宵夜 最近的話 就是說 常常被我帶來講說 那個 不能再吃吧 那個 不然的話 就是我們來 比賽一下 那個體重 看看說 兩個月之後 誰的體重會比較高 比較重 好 我們用一個例子 今天我們問一個問題 今天早上9點的時候 我們來問問看說 這個 我們在座的 100位的 呃 同學的話 平均的體重有多重 我們先來問這件事情 那 你想想看 當我們要想 比如說要得到 這個問題的答案的話 其實很簡單嘛 怎麼樣 就100個 所以呢 那個陳老師 麻煩你拿個 那個體重計來 那每個同學站上來 對 然後升函 就把這個 說的記錄下來 那我們算一下 這樣就算了 這一百個 我們說相對簡單 就是說 我們就 有些 那個女士 可能會覺得說 最近 可能這個體態 不夠清明 所以不好意思再上來 可能會多花一點時間 但是呢 如果是只有一百位的話 我們說不管 你要去量測一些什麼樣的數據 的話 相對簡單 但是如果你想想看 如果我們想要問的是 比如說 全政大 的所有的學生的 平均的體重 各位知道我們目前正大有多少學生 正常情況之下 在學習中的話 整個正大的校園大概有 一萬六千個 好 那我們就問一個問題說 一萬六千個 同學的平均的體重是多少 好 那接下來的問題就是說 我要不要把所有的人 全部都找來 然後一個一個 再加上體重計 然後 量了一萬六千個 然後我們再把記錄下來 可以算平均的升級 然後體重 需不需要 好 那接下來問題就變得很有趣說 當我們的 所謂的數據的量少的時候 可能我們一個一個去做 所謂的每一個名額去做 檢測去做驗證相對容易 可是當你的數據量大的時候的話 你就需要找到一些方法 來幫助你 好 所以說 這個方法 我們說就是 接下來我們會討論到的 就是所謂的 統計的推論 因為我們會希望說 在有限的時間 在有限的資源的前提之下 我們找到一些方法 然後這些方法可以幫助你 用相對比較少量的數據 來幫助你回答 那剛剛我們前面想到問的問題 比如說 剛剛前面講到說 全政大學生的平均的體重是多少 那如果你在把這個想法放大之後 全中國的 比如說 六年級 小學生六年級的 平均的身高也好 或者體重也好 那這樣的話 可能就是一個很大量的一個數據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再來討論說 比如說我一個人去做檢測 那其實意義就不大 意義就不大 當然你如果去做一個普查 這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們今天要談的一個問題是這樣子 我們如何在有限的時間 有限的資源裡面 然後我們想要找到一些相對 我們說有論據的 然後讓你可以就是說 去拿來做一些所謂的統計規論 這樣的一個方法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要去問一個問題 你是說好 那如果我們知道說 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我們想要有一個所謂的 比較少量的一個數據 然後去推論一個比較大量的數據 或者一個所謂的 我們把接下來就把我們的 所有名字就帶起來 我們剛剛問的問題說 全政大 一萬六千位同學的 體積的身高 或是體積的體重 然後我們說 這時候我們的目標 就是全政大的學生 這時候我們說 這個部分叫做他的母體 叫他的母體 我想各位可能過多過多的聽過 英文叫population 對吧 我們現在設定的這個問題 這個議題的一個 主要的一個範圍有多大 這個叫做母體 然後呢 我們剛剛前面講到說 但是我沒有辦法 受限於時間 然後受限於資源 所以說如果我可以去動用的一些關係的話 可能 我沒有辦法 去找到全部的人都來測量 所以我可能 我想想看說 那 我是不是可以在有限的 這個所謂的我去抽樣 我們接下來就要講 所謂的抽樣 跟所謂的樣本 那樣本是什麼 樣本就是說 我們透過一些科學的方法 就是根據統計分析的方法 我們去抽出來一些人 這些人可能是 比如說兩百個 三百個 或甚至四百個 就看說你有多少資源 然後可以做到事情 在有限的量的 這樣的一個數據的情況之下 我用這樣的數據 去推論 去推論說好 那全政大 一萬六千位學生 那他的平均的體重是多少 所以各位這樣了解吧 所以我們說 我要透過所謂的抽樣的方法 去找到 相對比較少量的數據 用這個相對比要少量的數據 去推論說 我那個所謂的母體 他大致上的情況是怎麼樣 好 所以我們說 這中間的話 就會有一些所謂的統計量 我們需要去做了解 我們需要去做了解 那這個部分就是所謂的 統計資料的基本分量的部分 所以我們一旦有了這樣一個特性之後 我們接下來就可以問一些有趣的問題 比如說我剛才講到的 好 政大的一萬六千位學生 他們的平均的體重 比如說我現在猜 會不會是所謂的60公斤呢 那有些人會猜說 不是 是55公斤 有些人會說最近呢 我們都財難比較多 所以說可能呢 這個發負的人比較多 可能是65公斤 所以每個人都可以去猜一個數字 好 那猜了這個數字 我們就可以來驗證說 到底這個數字 對 或不對 大家要解決意思嗎 首先我們剛才講到 一萬六千位嘛 對不對 可是我最好的方式 就是我全部的人 我都找來量 量了之後 我就去算看了體均 算完之後 我就知道說 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是多少 可是我現在如果問題 是變成說 我沒有辦法 就把所有人都找來 假設我只能找 比如說500人 那我要用這500人的平均的身高 然後來問說 對不起 平均的體重 然後來問說 這500人的平均的體重 假設平均是50 那我要來問說 這個平均50 可不可以去論斷說 全部人的平均是50 這件事情 找到解意思 可不可以 不一定 對不對 那為什麼不一定 因為你看我現在用500人 我去算個平均是50 可是呢 我怎麼會知道說 這16000位的平均 是不是也是50 好 所以為什麼就來 那到底應該要怎麼樣去 給一些所謂的 評價 來評價說 我用這500個去推論 這16000個 這中間這個連接點 可以怎麼樣去看待 好 所以我說 整個的所謂的 推論的統計 都是在講這件事情 都是在講說 我如何用比較少量的數據 然後去推論說 那原本那個比較大量的那一個 所謂母體的情況是怎麼樣 那我說 無可避免的 我們一定要做這樣的事情 那為什麼呢 我們想想看 我們這邊有很多的這些燈泡 就是LED的燈泡 那我如果要知道說 平均每一顆LED的燈泡 它的壽命 它就是所謂的使用壽命多長 那你可能會說 如果比照剛剛我們的理解 我把每一顆燈泡都拿來測試 假設3000個小時 我每一個燈泡都測試 測試 有一顆是2900 有一顆是3500 它就壞掉了 我每一個都測完 我還有好的燈泡可以賣 沒有 對不對 所以我們說 先知道一些 無可避免的一些 所謂的 毀壞性的測試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更需要這樣一個統計 會有一個方法 大家這樣瞭解 所以 講那麼多 要說各位講的是說 等一下我們在談的 基本上就是在問這樣一個問題 我們用有限量的數據 要去推論一個比較大量的數據 它的一些特性 那這中間這個連結 就是我們接下來這一個小時 所要去學的 大家可以嗎 好 那我們所有的學術論文 也都在問這些事情 比如說 等一下 我就會用 比如說 我們的那個 中國的那個 的調查的數據 然後來問說 那在城鄉 不同的區域 他們的平均的 工資水平 的這個部分 那到底是相同還是不同 我們等一下會來看那個問題 好 所以 我們剛剛想到說 那為什麼需要統計 前面我們剛剛已經談了不少 那很快的想一下 其實很有趣 就是說在 即使在20世紀初 即便說在美國的話 就是說 那時候的統計 其實還沒有 那麼完整的情況之下 其實 比如說 舉個例子 美國政府為了公布 全國的失業率的時候 發現說 他們沒有辦法確定 到底總失業人口是 三百五十萬還是五百萬 所以最後我們怎麼辦 用投票的方式 那我們說 你現在 回去看 我們現在有一些 好的方法可以用 當時其實沒有那樣的一個概念 所以說 就沒有辦法來使用 好 所以 當時是用投票的方式 那你會覺得說 這個完全沒有任何科具的精神 我們可以用一些方法 現在我們知道可以怎麼用 或者你現在可能不知道 但是一個小時的時候 你會知道 應該怎麼用 那所以 我剛剛前面講到 我為了要能夠去處理 剛剛我們問的那個問題 所以我們需要有一些方法來幫助我們 那 哪些方法呢 第一個 我們至少想要知道說 咦 假設 我們現在有 比如說我們就想要用 我現在可以舉例 我們現在用假設 用我們在座的這個 一百位的同學 跟體重 然後我們要來問說 那 這一百位同學的體重 有沒有辦法來論斷說 那 全正大學生平均的體重是多少 可以嗎 有沒有人要不要 我們用在座的一百位同學的平均的體重 然後來 論 來推論說 那全正大的 一萬六千位學生的平均的體重 不行 為什麼 因為你們大部分不是正大學生對不對 這在座有沒有是正大學生的 除了我們工作人員之外 沒有 所以 好 這個問題就變成說 我們如果想要去推論所謂的母體的話 你一定要用所謂的在這個母體裡面 所產生出來的所謂的樣本 那不然的話 你的那個論斷 很有可能你這個蝦貓放上死耗子 你可能很會對 可是呢 這個詞是蝦貓道而已 所以 我剛剛前面講到說 統計學生 這邊的運動 就要用一些圖表啦 用一些統計量 來幫我們 更了解 更了解 這個所謂的母體也好 或是樣本也好 所以 在 統計所有的統計量裡面 其實一般來講 做量化分析的選擇 最在意的是兩件事情 我們現在這邊就要來講一下 哪兩件事情 就是這一張投影片的下面 然後這件事情 哪兩件事情 第一個 我們想要知道 這一群數據 投資料 在台灣我們講資料 然後在大陸一般講數據 可是現在越來越多後 你們大概也有些人會講資料 我們大概也有些人會講數據 好 第一個 我們想要了解的是 這一群資料 或這一群數據 它的集中的趨勢 好 這邊叫集中的趨勢 那什麼叫集中的趨勢呢 我們剛才已經問了問題 比如說 我們大概想要知道說 平均的身高有多少 平均的體重有多少 好 那這個部分我們說 它是一些所謂的 集中的趨勢 那平均的部分 大概就有幾個東西 我們想要了解 比如算數平均數 中位數 或重數 那還有其他部分 我們等一下會簡單的介紹 另外一個 就反過來 我們想要了解的是 它的分散的趨勢 分散的趨勢的話 包括了幾個 變異數 標準差 那當然還有 它絕對的差異等等之類的 那等一下會看到 那為什麼 一般來講的話 量化分析的學者的話 會有關切這兩件事情 一個就是集中的趨勢 一個是所謂的分散的趨勢 好 那我剛才講到說 就所謂的資料表達形式的話 大概有表跟輸 所以我們簡單來看一下 這個是在我跟另外一位 你們的學長的文章裡面 我們用的這個數據是那個 中國中和社會表查 2011年的數據 那 這個是一個鐵型的統計表 那這個表的話 你如果 要把這個表的訊息呢 把它用文字寫下來 可能你需要畫一整頁的那個長度 來寫說 這個所謂的 就附帶跟紫帶之間的一個 流動的關係是什麼 那我們這邊關切的是說 紫帶的社會階層 然後呢 我們希望能夠從所謂的附帶的 教育程度跟附帶的階層的部分 來看這兩者之間的關係 所以 從2011年的數據裡面的話 你會看到說 這邊很有趣的是 附帶的部分的階層也好 或是他的教育水平也好 跟他的紫帶的在社會的階層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他有一個關係 那這個關係的話 你會看到中產階級 或是大學以上的話 相對來講 他的紫帶的部分 就會是比較偏 就是在中產階級以上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的話 這兩個表 很容易就讓你可以看出來這樣的趨勢 可是呢 如果是你說要用文字去寫的話 你可能需要寫得很差很差 但是還不一定能夠講得清楚 所以我們說這個就是統計表的好處 然後這個是統計圖 那我這個統計圖的話 是一個所謂原地圖 那可以讓各位很清楚的比較到 2020年跟2050年這兩年的 他的一個就是人口比例的變化 那這邊的話 比如說有亞太地區的 還有有歐洲的 你的拉丁美洲 北美洲 跟所謂的黑洲地區 你很快可以從他相對的大小 看到這樣一個人口比例的變成 好 我們有了統計圖跟表之後 另外我們就想要知道的 就是剛剛提到的 我們的一些統計量 那各位要放在心上的就是兩件事情 我們剛剛講說 我們最關切的一個是所謂的 集中的趨勢 那集中的趨勢包括了 平均 平均數的部分 重數的部分 重位數的部分 等一下會輸 另外一個就是分散的趨勢 分散的趨勢 我們說不要有差 好 那 接下來的話我們看 資料次數的分配 資料次數的分配 我們對這個部分 其實會相對有一些想法 什麼樣的想法呢 我們說 我們想要了解的是 這個 就在這一群的數據裡面的話 比如說我們剛剛提到 在座的100位同學裡面 那所謂你的體重 你的體重的話 我們想要知道說 那個體重低於40公斤的有幾位 40到45的有幾位 45到50有幾位 50到55有幾位 我們希望能夠設定一些區間 然後去了解說 在這個每個區間裡面的話 有多少人就是 體重屬於這個區間 好 那這個部分我們就是所謂的 它的所謂相對 就是它的次數 然後我們可以去把它 除上它的 它的 這個 次數的總格 所以 比如說這個是我跟陳老師 我們去年發的一篇文章 好 那這邊的話 我們看的是 在沙拉大的中央委員 中央委員裡面包括了 正式的中央委員 跟後果的中央委員 所以 總數的部分在這邊 好 那我們就可以去看到說 它的 那個 就是幹部的 集結的部分的話 它有 政廳、副廳、副部政部 然後副國政部等等 我們從這個地方的話 可以去看到 它相對的 次數的大小 其實這個就是所謂的 百分比 次數的分配 那這邊是有 含後果莊委 這邊是不含後果莊委的部分 那各位很快就可以看到說 好 那在這樣的一個 圖裡面的話 你可以看到相對的人數的 一個多寬 再來的話 圖還有所謂的折線圖 然後折線圖的部分的話 那很快可以這樣子看到說 所以 比如說這邊的話 是隨著這個 這個時間的變化 然後 有平均的語量 平均的機器的訴訟 武力訴訟 再附件訴訟 那 這個的話 不是我跟另外一位學長的 另外一篇文章裡面談到的 那我們 看到這樣一個圖的話 快你就會知道說 那隨著時間的變化的話 大致上 我們關切的這個 數據 或從計量的部分 它有一個怎麼樣的一個變化行為 所以 我們剛剛前面講到 我們關切的兩件事情 集中趨勢 跟所謂的分散的趨勢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其中的趨勢的部分的話 我們關切的 剛剛已經講的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 平均數 那平均數的話 很簡單 就是我們把 比如說所有的人的體重 一個一個叫 就是來 量一下 那 我們很快就可以去把它 算出來平均 那這個部分的話 比如說 是用全部的 一萬六千塊的同學 去算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個叫做 母體的平均 那如果我們抽五百塊同學 那去算 這個的話 就是所謂樣本的平均 然後 這個N的部分 就是所謂的 母體的個數 或是樣本的個數 那這個的話 是每一個人的權重都一樣 每一個人的權重都一樣 再來的話 你也可以去算所謂的 加全的算數平均 那加全的算數平均的話 這邊的W值的就是 他的權重 所謂的權重的意思就是 我們現在如果關切的是 有些部分 有些部分的人 他可能佔的那個 就是分量要比較重 那你可以怎麼想像呢 比如說 由個月 由個月來抽樣 還記得嗎 我們剛剛前面講到說 全政大 一萬六千位同學 基本上不太可能 把所有人都找來量 所以你可能透過 比如說社會科學院 然後文學院 然後理學院 或是什麼什麼學院 然後我們每一個學院 就是代表性的抽一些人 那我們可以去看看說 那這每一個學院 他的總人數有多少 每一個學院的人數有多少 然後用這個學院的人數 來當作一個權重 然後再把它換上回去 那這樣了解嗎 所以假設 某一個學院 他的人數是一千人 另外一個學院是五百人 所以理論上面 我們希望說 在一千人的這個學院裡面 抽出來的人數 就希望能夠 比另外一個學院 抽出來的人數要多 然後是最好希望剩兩倍 那這樣的話 就會合一 就比較有代表性 那這個部分就是所謂的 他的權重部分 那我們說 算平均數 除了一般的 簡單的一個算數平均數 還有所謂的幾何平均數 那幾何平均數的話 另外的算法是這個樣子 那時間關係的話 我大概沒有辦法 就是跟各位談太多 太仔細的一個 不同的平均數的算法 不過 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話 我們可以之後再討論 所以 平均數為什麼 一般的量化分析的學者 覺得它很重要呢 因為它有一些特性 它有一些什麼要特性 比如說 我們通常來講 它有這些特性 比如說 它大概是一個資料的平衡點 然後 所謂平衡點力是說 你平均數大概在那個地方 如果它是一個重量的概念的話 那你從那個地方資深上來 那它基本上 會是一個平衡的一個結果 或者是說 它有一些其他的 比如說 它的差子總和最小 或者說平方和最小 等等之類的 那 比較重要在這裡 就是說 它可以進行一些代數的一些演算 代數的一些演算 那 所謂代數的演算 就是說 我們等一下你會看到 我們希望能夠用這個平均數 來做為失勾的一些統計 推論的一個分析的工具 分析的工具 另外一個就是中位數 那中位數的話 基本上相對來講 它的代數的特性 就不是那麼好 什麼意思呢 我們現在講說 什麼叫中位數 假設在座 有100位同學 然後 這100位同學 我們把所有的體重 所有的體重都量了 我們把它從最輕的 排到最重的 那中間的那一位 中間的那一位 就是我們講的所謂的中位數 那如果是100個 100個的話 通常用的就是 第50個 跟第51個這兩個的平均 那如果剛好是基數的 那用的就剛好中間的那一個 大家了解 如果是99個 那我們說第50個 就是所謂的中位數 那你會想說 那中位數跟那個 剛剛談的平均數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剛剛講的平均數 就是把所有人的體重 都拿來量了一點 然後去算 去把它整個加強 再數上它的個數 那如果是中位數的話 就把它排序之後 找剛好中間的那一個 那請問 這兩個 就直覺上面有什麼不同 有嗎 有嗎 我們剛剛講中位數跟那個 平均數的什麼不一樣 就是說 我們這樣想 平均數的話 如果有一個非常輕的人 指片員 那這個指片員的體重 會不會去影響到平均的體重 會對不對 因為他會把整體的平均的體重拉低 或我們說有一個壯丁 他非常的重 他可能只要200公斤 那這樣的話 他也會把整體的體重往上拉 但是如果我們再算 所謂的中位數的時候 基本上這個所謂的極端值 就不容易去影響到 我們的中位數的大小 這樣了解嗎 所以這是另外一個 我們說可以來問的問題 那中位數跟平均數有什麼不同 但是我們說 基本上中位數它的特性 就相對不容易拿來做數學上的一些計算 重數其實也是 重數的話 就基本上 我們剛剛前面談到的 所以 出現的頻率最高的那一個部分 比如說 以剛剛的這一個 這個來講的話 我們說重數就會出現在 負極極的部分 那如果是以不含厚子中文的話 他出現的是在正負極的部分 類似像這樣 就出現頻率最高的那一個 就是重數 這是我們剛剛談的第一個 等一下我們會談說 為什麼統計學家也好 或是在做量化分析的學者的話 他們會很關切的第一個 就是所謂的集中趨勢 那集中趨勢 就是以平均數當中代表 另外一個的話 就是我們想要問的是 分散的狀況跟分散的趨勢 那分散的趨勢的話 簡單來講的話 我們想要看說 在中間的這一個 所謂比較多的這個部分 我們說如果他要平均數 那其他的部分 相對於中間的這個 值來講的話 他差多遠 他差多遠 那在講這個之前 我們先來看 這個基本上就可以回答 剛剛問的問題 說 什麼叫 飼料的集中趨勢跟分散的趨勢 那各位可以看到 基本上這兩個 紅色的線跟藍色的線 基本上在 就是說 就資料的呈現上面的話 是屬於兩群不同的資料 然後 如果以紅色的跟藍色來比的話 哪一個的分散的情況比較嚴重 分散的情況比較顯著 是不是 紅色的部分 對不對 藍色的部分他相對比較集中 所以 如果你看到 假設 這個是 我們說 看起來是一個對稱 對稱的固形 所以 基本上 你會發現 他的平均數會在中間這裡 可是 就這兩群資料來講的話 他雖然是相同的平均數 可是 他的分散的趨勢是不一樣的 所以 我們剛剛前面講到說 我除了關切 所謂集中的部分 我同時也想要了解 分散的狀況是怎麼樣 所以 分散的狀況 從這邊就會知道說 藍色的部分比較集中 紅色的部分是比較分散 好 那要怎麼樣能夠來 就是用數字 數據方面 呈現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們說 就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各位可以看到 比如說 以變異數來講的話 我們說 這個μ的部分 是他的平均 然後 在x 平均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 這個平均是50 然後 你的x的話 就是每一個人的體重 那每一個體重就解掉那個平均 然後把它平方 相加 所以各位想想看 如果 好 如果我們說 比較分散的話 那是說 這個數字就會比較大 對不對 那如果比較集中 這個數字就會比較小 所以我們說 我們透過這樣的方式 就可以來看說 好 如果我們是以這個 變異數的這樣的一個 就是公式 你會看到說 越分散的 越分散的這些數據的話 他的變異數會越大 好 那你會問一個問題 大老師 那為什麼你這邊要拿平方 當然我們是想到說 我們就相檢 然後去看他的那個 就是 距離 那這個距離就可以來表示 他的那個 就是分散的程度嗎 來 有沒有 剛剛有同學 這邊發生一點 有嗎 這個 你這樣怎麼樣 有些小有些大對不對 好 所以說 有些小有些大 那各位想想看 有些小的部分 如果說 一個平率是50 一個是40 一個是60 如果你直接這樣 相加的話 他全部就消掉了 所以呢 一般來講的話 最早期 其實人們喜歡把它加上一個絕對值 加上絕對值之後的話 那基本上可以 你就來定理剛剛這樣的問題 可是 加上絕對值有另外一個問題 加上絕對值之後 你會發現通常 數學運算上面 絕對值不容易 不容易運用 然後另外一個 我們把它平方的話 有另外一個意義 也就是說 比如說 平均如果是50 有一個是 比如說45 有一個是40 那 就他們實際上的距離 是差兩倍 不能說差兩倍 就是一個是另外一個兩倍 對不對 一個是5 一個是10 可是提方之後會怎麼樣 就變幾倍 平方之後一個變25 一個變100 所以會變4倍 所以 這邊的變異數的計算的話 還包含了另外一個意義 就是說 我們想要了解這個 所謂的離散的程度的話 離散的程度 越大的那個 我們盡量希望說 能夠去強調他的 離散的 這個部分的 那個 更大的一個比例 也就是說我們把平方之後 基本上就是放大他的影響 這是一個其中我們可以問問的 另外一個當然就是說 數學運算上相對方便 但是在這實際在用呢 一般是用標準差 就是我們把這個數據拿到之後 把它再開根好 因為我們前面已經把平方 我們之後再開根好 那基本上得到的會是 比如說這邊的話就是 這個希臘字叫Sigma 所以說我們會得到的是 另外一個這樣的標準 那它基本上的意義就是說 我們想要衡量 就是那個離散的程度 這個 先 擔心會想太慢 所以呢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除了剛剛談到的所謂的 離散跟集中的一個程度之外 那我們還想要了解 所謂的一下兩層的數據 那這兩層的數據 我還想要去了解 其他的一些其他的特性 或者是說這個數據 本身它還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電量在 或舉例 比如說剛剛我們提到 身高跟體重 對不對 我們剛剛一直在問的是 用體重方式來舉例 現在如果我們想要了解 另外一個問題 那一般來講的話就是 身高 體重比較大 體重比較重的人的話 他是相對身高一點比較大 那我們就想要了解說 這個人 他這兩個數據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好 那這個關係的話 我們說一般來講 就是用所謂的相關係數來理解 好我要強調說這些 這些 所謂的數學事實都不重要 就是說 你如果真的有興趣再去理解 但是我們這邊要談的都是觀念 都是觀念 所以你不用太擔心說 你這些 是不是我這些 數學事實 你不要把它勞起 或是說 都要知道它的意義 不需要 我們現在在談的都是觀念 只要知道觀念就好 所以我們剛剛前面講到就是說 我想要了解 身高跟體重這兩個之間相關 是不是 可能說有一個這樣的一個論區 是說 我如果身高比較高的人 他相對體重比較重 是不是有這樣一個區域 這樣一個相關性 那我們說 要如何了解這樣的相關性 通常我們用所謂的相關係數 那相關係數的話 一樣 我們說有母體的相關係數 跟亞美的相關係數 那這件事情的差異其實 沒有那麼重要 但是主要跟各位講的是說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去理解說 到底這一群數據的 他其中的兩個變量 他的彼此的關係是什麼 那你會知道說 如果他是一個正向的關係 比如說你剛剛來講 體重比較重的人 他的身高就會比較高 我們說這樣對不對 好 那我們說不一定 但是整體的趨勢 是不是這個樣子 我們沒有辦法 就單就一個人 但是我們的問題 如果是說好 我們在座的一百位同學 是不是可以看得到說 體重比較重的人 加對他的身高就會比較高 是不是有這樣的趨勢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我們另外一篇文章 問的問 如果在台灣的一九二零年到一九四一年 那平靜的降雨量跟土地訴訟之間的關係 那你會看到 就更年齡的話 你會看到說 比如說 訴訟的量跟降雨量之間 可能哪一點哪一點 它不見得有那樣的一個很清楚的相關性 但是你把所有的數據 比如說點都把它畫到這個圖形上 你以為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趨勢 它大概有一個相對來講 是一個正向 但是不是那麼明顯的一個關係 好 我們說像這個的話 就是這個相關係數的 這樣的一個計算的話 可以幫助我們來回答這個問題 可以幫助我們來回答這個問題 好 所以我們剛剛前面在講到說 我們了解了前面這幾個基本的統計量 那我再強調一遍 我們關切的是集中的趨勢 跟所謂的 分散的趨勢 對不對 集中的程度跟分散的程度 這兩件事情 再來的話 我們剛剛前面講到 我們剛剛前面講到說 我沒有辦法把所有的這個所謂的母體 或是說全政大一萬六千位學生 都找來量體重 所以呢 我們就要用適當的方法 能夠去找到一群所謂的樣本 透過抽樣的方式 找到這一群樣本 然後我們希望說能夠透過 這一群具有代表性的樣本 去回推說 那全政大的一萬六千位學生 他的平均的體重是多少 所以我們剛剛前面講到 我們希望能夠做這件事情 那利用樣本 非母體的一些原因 第一個 我們剛剛前面講到說 是有限的資源 或是很快性的測試 那或者是說 這個母體可能 沒有辦法全部觀察到 或是母體 非常量的大 好 那再來 就是說 比如說收集資料的時候 相對來講 你的樣本的部分相對容易去計算 比如說我們剛剛前面講到 你要去處理一萬六千位學生的數據 跟五百位學生的數據 當然五百位學生的數據 相對容易處理的 那這幾年其實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說 大家一直在談 所謂的 就是所謂的大數據 或是巨量資料 等等 有很多種不同的意思 那他的特性 官方會講一下 就是說 因為他的那個 數據的量很大 那大到怎麼樣 大到幾乎 就是說 你在 你拿到這個數據的話 基本上 他可能就是 就是母體本身 在以前沒有那麼大量的數據的情況之下 你可能沒有辦法去理解說 好 那 這一群的 比如說學生也好 或這一群所謂的消費者也好 他們的一個行為是什麼 但是現在的話 你那個量大到幾乎 他就是差不多等於母體 所以說他第一個特性是 母體幾乎是等於 然後樣本幾乎是等於母體 然後再來 這個數據可能是很雜欄很大的 所以你需要去做一些 分析 那在分析之前 你可能需要去把這個資料清乾淨 或甚至於 你就 就是把這個所謂的 數據很雜欄 這個部分 也把它同時投入進來 也同時把它投入進來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說另外一個特性是 我們 在這邊在談的 所謂的社會科學的量化分析的話 其實談很多所謂的 因果關係 因果關係是說 比如說 到底 到底你是因為 因為你能力很強 所以 你就賺到很多錢 還是說 反過來 你原來就相對來講 有一些錢 所以說 你就有更好的機會 然後就可以賺到更多的錢 就是說 然後 同時就顯現說 你的能力很強 大家就有意思嗎 就類似像說 到底是哪一個因 哪一個是果 那這個在社會科學裡面的話 其實我們非常關鍵 可是呢 當你的數據的量很大很大的時候 有時候其實你直接看到那個相關性 其實就夠了 比如說 在大數據裡面的話 有一個例子是說 在美國的話 他們發覺 那個通常來講 就是 消費者 買尿霧的時候 同時也會買啤酒 所以 這兩個看起來 好像沒什麼關係的 可是呢 後來他們真的去實驗 把尿霧跟啤酒放在一起 結果 真的把 比如說 那個效果變得好 就是說 後來 進步一分析 那有了這講 那因為怎麼樣 在美國的話 有很多的運動的比賽 所以呢 那運動比賽 都誰在看 爸爸來看比較多 對不對 所以呢 爸爸常常很 那個西部班辭如燕 就是要敢去那個 去那個 超市去買飲料物 那通常就順便在你買 一打啤酒回來 那個 所以說 那個飲料物 跟啤酒放在一起的話 那 效果變得好 所以 這個大概是一個 簡單的一個例子 來跟各位想說 欸 這兩個之間 是不是有一個因果關係 其實 原來 其實我並不在意說 到底是不是 因為是爸爸去買 媽媽去買 反正 我就把這兩個東西 放在一起的發言 說 那西部班辭特別好 那我管他到底原因是什麼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所謂的 我們只在意相關 那就是在意我 所以我剛剛前面講到說 為什麼我們要去在意 我們要去在意說 除了其中的趨勢之外 我們還想要了解分散的趨勢 那從這邊你就可以看到 我們說 假設這個是社會的 那個年齡的一個結構 社會上的一群人年齡的結構 這邊是從零歲到六十歲 他大概一個分部 是這個樣子 中間這邊比較左 就是那個所謂的青壯年部分 二十歲到三十歲 那但是這樣一個分配 那這邊我們抽樣 我們剛剛前面講到 如果說你把這個東西 把它想成是一個體重也好 那你會發現說這個母體的一個分部的情況 跟這個樣本的分部的情況是不一樣的 對不對 我們這樣抽出來都發覺說 抽出來的大部分是屬於什麼 比較偏偏偏偏高的部分 那這部分通常是很瘦最明顯的 那個我不曉得說 在大陸 是不是有所謂的這個市場調查的部分 會打電話到家裡去問 問說你們最近有沒有買什麼啊等等 有嗎 沒有 沒有就是 在台灣不少 那 現在的話 因為大家都有手機了 所以說 可能也會有一些所謂的 打到手機去做一些調查 有嗎 沒有 也沒有就是 那 在台灣的話很多 所以呢 比如說以前那個 行動 就是我們說行動載具 像手機這個還不是那麼發達的時候 那如果你在白天打電話到家裡 比如說室內電話 打電話到家裡去做訪問 通常會是哪些人接電話 沒有工作的人吧 沒有工作的人通常是那些退休的 對不對 所以說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你就會發覺說 欸 你去抽到的這些人 跟真正的這一群人的結果就不一樣 大家了解好 這第一個情況是這樣 第二個情況 也有可能抽出來 就相對來講 那個撞臉的部分會比較多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剛剛前面講到說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去抽 才能抽到一群 樣本 而這群樣本呢 可以很適當的 妥當的來 代表我們還不知道那一群物體 這件事情就是我們剛剛最關切 對不對 我們剛剛不是問了嗎 我如果說猜 我們這群的那個物體 它是50 到底對不對 我們60對不對 我們想要知道那件事情 所以 問題就來了 你要怎麼樣找到一群的樣本 而這群的樣本 可以 就是來 相對完整的去代表那一群物體 所以我說就需要用抽樣的方式 那抽樣的方式的話 基本上有很多種 其實最常被提到的就是隨機抽樣 隨機抽樣的意思就是說 剛剛前面講到 假設有 一萬六千位的同學 在政大校園裡 那我們希望能夠用一些方法去抽 抽出來這每一個人 被抽到的機會都一樣 像剛剛我們說打電話到家裡去問 如果在白天的時候 如果是家裡是室內電話 不是行動的 我們說不是手機的部分的話 那通常 ч會去接電話的人 添 That mucha會貼貼貼貼貼 what is 年齡天高的 或者就是鬧小孩那一種 所以我說這樣的話 就不是一個很好的抽樣方式 因為被抽到的 每一個被抽到的機會 是不一樣的 是不一樣 所以 我們說 為了要能夠讓這一件事情 幾率都相等的情況之下 那 需要做一些設計 比如說通常來講 用抽籤的方式 或是用電腦 可以做所謂的 隨機收養 或者是說 可以用亂數表的方式加入收養 現在是亂數表幾乎沒有代用 因為電腦已經很方便了 我就是用所謂亂數的產生性 產生出來的話 就直接拿來用合理 簡單來講我們把一萬六千位同學編碼 從一一編到一萬六千 然後我就用電腦去幫我 跑出來一組數據 用亂數的部分 這些編號的部分 就是我要 找這些人來做測量 所以我們這邊 剛剛前面講到說 我們關切的部分就是 如何能夠用樣本的 所找到的這些 所謂的集中跟 分散的程度 去推論母體的集中 跟分散程度 所以 細節的部分我就不談 所以我們想要了解 是母體的這個參數 剛剛講說所謂母體的參數 就我們剛剛的這個問題就是 怎麼樣 正大的學生的平均的體重是多少 這個是我們想要知道的 可是我們現在不知道 所以我們就從這五百位同學裡面 找到這個樣本的平均的體重 我們用這個平均的體重 來回推說 母體的那個體重應該是多少 這樣了解 細節的部分我就不談 所以我們剛剛前面講到 我們透過抽量的方式 假設每個人被抽到的機會都一樣 所以我抽出來五百位同學 我把這五百位同學都找來 然後量他們的體重 量體重之後呢 我就去算他們的體重 好 那我上了這個平均之後 的下一個問題就是 好 那我進來算這個平均之後 那 到底 我們想要了解 那個全政大一萬六千位同學的 平均是多少 我們接下來就想要知道這件事情 那根據我們剛剛的 這樣的學習過程當中的話 你就知道說 可能你需要去做一些猜測 好 那要選他來做猜測 好 我們說 猜測的方式的話 基本上有一些限制 跟有一些特性 所以 我們常講說呢 我現在抽出來 對不對 我現在抽出來 我如果這個 從一個帶你抽 抽抽抽 抽抽抽抽到五百個 所以 所以我們說 沒有就是任何意外的情況 你抽到一萬六千個 你算出來這個平均就對了 對不對 大家知道意思嗎 我想 我在意的就是這個 一萬六千個人的平均是多少 可是呢 我沒有辦法抽到那麼多 所以 完了的情況 就是說抽到一萬六千個 然後我就算 我的答案就出來了 可是不可能 所以現在問題就是說 好 那我就抽少一點 那抽少一點的話 你就會知道說 抽越少 大概就怎麼樣 越不準確 那最簡單就是 我抽一個 那我就說 好 抽出來這個就是 那個所謂全政大學生的平均體重 行嗎 那誤差就會很大 對不對 誤差就會很大 那當然你要講說 有可能 也有可能啦 搞不好那個抽出來那個 剛好就是五十 那全政大體重的那個 體重就是五十 那你就很幸運 可是這個機會 一定太低了 所以我們會希望說 我多抽一些 然後多抽一些的話 讓這個代表性更大一點 好 所以 我們就知道說 抽出來的話 這一群的樣本 他本身有些特性 那這個特性的話 細節位置談 就是統計學裡面 其實他講說 我如果抽的這個 樣本出業多的話 他最後會形成一個 很棒的一個分配 這個分配叫做 常態分配 或者說 有時候你會聽到叫做 中型的分配 中型的分配 他看起來就像是一個 類似這樣 我們剛剛前面講到 所以 這個常態分配 他有些特性 那他的特性我也不說 但是就是說 大概基本上來講 他有些簡單的特性 例如說 細節波波塔 他大概是一個對稱 他大概是一個對稱 那 基本上 我們說常態分配 基本上用兩個 我們計量就可以來描述 這個常態分配的特性 其中一個就是 我們剛剛很關切的 平均 另外就是我們關切的 標準差 或是 便宜數 那 但是呢 我們說 所以你看 通常來講 我們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N叫做Normal 它是一個所謂的 常態分配 然後 N的話 是他的 平均數 對不對 0的話 是他的平均數 1的話 是他的所謂的 標準差 那通常來講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的 平均數是0 然後標準差是1 這個我們給他一個 專有的名詞 叫做 標準常態分配 標準常態分配 好 那 這些 基本的一些東西 對不對 不會太重要 所謂不會太重要 不是我們現在今天 要講的主題 但是 要跟各位 談的是這樣 就是 我們剛剛前面講到說 我想要從樣本的這些特性去推論母體的特性 我透過抽樣的方式 當我抽的越多 那我去猜對的機率就會越高 這件事情應該沒問題 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要抽到的 抽到的這個樣本數越多 下一個問題是說 我大概要去猜測 猜測我的準確度 會有多高的這件事情 我們就需要 針對這個母體的 我去抽越多 然後這個 它大概長的一個形狀 需要去做一些了解 因為母體的部分的分配 我們都知道 所以我希望說 能夠透過樣本的這個分配 去理解 母體的分配應該是長成這樣 所以接下來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常在分配這邊 有一些介紹的部分 大概時間 就是說那個 限制我們沒有辦法講 那 大概 想要讓各位知道是這一個 這個部分的話 各位有興趣自己慢慢看 那如果有問題的話 晚上我 還會在 不過是在那個 國安中心那邊 就是會有另外的那個 部分的同學 就是有論文的那個 討論的部分對不對 好 那如果 如果你有問題 等一下下課的時候 也可以找我討論 所以基本上的情況是這樣 就是 我們想要問的問題是說 透過我們去抽樣 然後抽的那個 樣本數越大的話 那 那個 樣本的分配會變成 是一個常態分配 那通常來講 那個樣本數 通常是大於30 它會變成是一個常態分配 有的常態分配 有的常態分配 我們已經知道說 常態分配 它長得是這個樣子 對不對 那長得是這個樣子的話 我現在一個問題 就簡單了 就是說好 既然我的 樣本 跑出來是類似 像這樣一個情況的話 我如果去猜測 我去猜測說 我的 可能的母體 是多少 那因為我們知道 它會有 誤差 我們就可以把那個誤差 找出來 它大概有多少 然後我們就可以問說 好 我既然猜了一個數據 然後我也知道它的誤差 我大事實上就可以知道說 這樣的一個情況 我可以把真正母體的那一個 體重是多少 把它包在這個裡面 我等一下要鼓起來跟各位講 大事實上的情況是這個樣子 來 我等一下再回來這邊 但是要跟各位講 是類似相當的概念 就是說 我 我 比較相對解釋 我的問題是這樣 就是說 我現在 假設我猜 我猜說 這個 現在把它假設說 假設是50號 這個50是我猜說 我們的平均的身高 可能是50 對 平均的體重是50 可是 我們說那個母體 是不是50 我不知道 對不對 可是呢 我剛已經知道說 我抽樣下來之後 我的那個 樣本的一個分配 會長得像是一個常態分配 那我接下來問題 就可以知道說 好 我現在如果猜的是50 然後呢 我的誤差 可能在多少的範圍之內 然後這樣的一個圖形 可以告訴我說 那 我們真正的那個 那個母體的 體重 是不是有落在 我希望看到這個區間裡面 大家了解意思嗎 可以嗎 好 那意思就是說 我們剛剛前面 所擔心的問題 就被解決掉 什麼問題 我們剛剛前面有講到說 如果母體是55號 我現在猜50 那 因為那個母體武術 這件事情沒有人知道 可是我現在知道說 我猜50 到底 真正對的是多少 大家可以知道 真正對的機率有多少 所以 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我們說 就需要討論兩件事情 我們就要問說 那我猜的 到底對不對 那 猜的對不對 基本上就是有這樣的一個 我們說 一個討論 第一個就是我們剛剛前面講到說 當它如果是50 然後我猜 但是我沒有把這個50包發進來 所以說我的意思是這樣 所以我講的是說 我現在如果說它是50 那它應該是對的 可是呢 我卻說它是不對的 好 那這樣就是一個所謂的第一種的 那個形態的一個錯誤 我們說這個叫行一的錯誤 就是它應該是對的 可是我上次說它錯 反過來的話 是說它應該是錯的 可是我說它對的 好 那了解 就是我們有四種情況 就是 真實的狀況 到底是對還是錯 然後 就是說我在 就是回答的時候 我是回答是對還是錯 所以說這樣的話 會有四種可能性 所以我們剛剛前面講到 就會分出來這四種結果 然後會有所謂的 行一的錯誤 跟行樂的錯誤 好 這一細節的部分 我們剛剛講的 不是那麼的 就是說 直接 但是呢 大概 各位了解一下 這方面的意思就好 所以說 行一的錯誤類似這樣 就是說 就是 它本來 你知道一般來講 我們現在台灣 還有這個所謂的 兩性平權的問題 但是我們說 這邊講到說 男生在講 正常情況下 他不會懷孕 但是呢 他不會懷孕 你說他懷孕 所以說這個就是第一種 我們叫做所謂行一的錯誤 反過來的話 他懷孕 哪個字 你說他沒有懷孕 這個就是所謂的行惡的錯誤 好 那我們說 理論上面 來講 是我們剛剛講的問題 就是說 你看 我現在猜 是猜出來 大概這樣的一個 就是 它分佈的一個狀況 那這個分佈的情況 裡面 有沒有把我們生生掉 比如說 剛剛講到 母體 平均是55公斤的這個部分 包括在我們想要討論這個區間裡面 如果有的話 那代表說 我這樣一個推論是對的 如果沒有的話 表示我這樣一個推論是錯的 那就會有一些誤差出來 就會有一些誤差出來 所以我們說這個整個的 這樣的一個 我們說統計的分析方法 就是假設情緻 所以就會有所謂的 我們在意的是說 在左邊的部分的誤差 還是說在右邊的部分的誤差 還是說是 兩邊都有的雙腿的前面的誤差 這個細節我剛剛講 都不是那麼重要 都不是那麼重要 就是說 主要會談的是 最後的回歸分析 然後再 我可能還需要再一點時間 回歸分析的另外一個意思 就我剛剛前面講到說 我們想要問的問題是說 基本上 假設我們這樣一群的 就是數據裡面 它每一個樣的 都有一些不同的特性 我們把這些特性都收集起來 那我們想要問的是 這個Y 這個是被幾次變數 或者它是一變數 然後X的話 是所謂的自變數 或是說它的幾次變數 我們想要了解說 這個X到底如何去影響Y 這個X到底如何去影響Y 所以 它概念上就是說 我們希望能夠找到一條線 而這條線呢 能夠大致上來代表 X跟Y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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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X跟Y之間的關係 當然無外乎就是 你需要去找到它的一個結訊 然後找到它的那個 所謂的係數 好 那這個我們說叫 謝忌的回歸 那所以一般的做法就是 就是我們讓這個 所謂的差異 這個的差異 每一個的差異把它找出來 然後去算 把它平方之後 然後去取它 就是 那X跟A跟B 去做調整 而讓這一下最小 那這樣的一個方法 叫做普通最小型的方法 好 我剛剛講說 概念上知道就好了 整個什麼計算 現在有很多軟件 都會直接可以幫你做這件事情 但是我們想要問的問題就是這樣子 這個X 變動的情況 才會影響到Y 但是如果在X有很多 那我們就有興趣說 那這些到底是如何去影響到Y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取一些例子 好 最後的話 再花三分鐘 講一下這邊的兩個例子 那我們就可以就是開放一些問題 好 第一個 我們剛剛前面講到說 我們用那個CCHS 就是 中和社會調查的資料 我們問一個問題是這樣子 就是說 假設我們知道說 在勞動市場 有個所謂的勞動供給跟勞動需求 那正常情況之下的話 如果這個市場 勞動市場訊息是相對蠻完整的 所以說大概 只能觀察到說 這個勞動市場 他們就是會有個單一的工資 你的薪水都一樣 但是我們說其實不是 對不對 比如說 相同的學歷 那相同的工作 為什麼會有人薪水比較高 有人薪水比較低 或者是說 那 這樣的一個就是 薪水不一樣的話 可能是哪些因素有造成的 這是市場的規模呢 還是性別呢 還是說各式各樣的選擇 所以我們這邊的問題是怎樣 就是說 勞動市場其實 他的薪資是離散的 這個離散的可能性有什麼 比如說 訊息其實是相對是完整的 比如說 我舉個例子 像如果你知道說 你的雇主 他其實願意付到這麼高的薪水 那其實因為你不知道 所以呢 你就只跟他談 談到這個 就是位局零這邊的行程 所以說 你不曉得這一塊的部分 基本上 你可以講說 就是一個 造成你的薪資的差異的一個原因之一 這是我們說 從那個 你的所謂的 勞工方來看 反過來的話 在 那個 資方可能 可能因為 掌握不了太多的 那個勞工的訊息 所以說 他其實不曉得說 其實勞工最低 再這麼低 他就願意去 就說 就是 搭一這樣的一個 勞動的條件 所以說 這中間的話 也有這樣的差異 所以我們說 可以用所謂的訊息 掌握的程度 來理解說 勞動市場是不是 因為訊息的 不完整 而導致 這個薪資的差異 所以 我們就做了一些 就是 那個 敘述 統計的分析 那我們剛剛前面講到 前面我們有用 這個 綜合社會調查 2010年的資料 那這一面我們用的是 2008的資料 所以呢 我們總共用了 1834位的 那個 就是 勞工的資料 來問這些 這個問題 那我簡單的跳到這邊 這基本上問的是 這樣 就是說 我們 把薪資當作 被子式變數 或是因變數 其他的因素 對於這個薪資的影響 到底的程度是多少 所以 來看 我們這邊 放了這個 星星 星星的部分的話 還記得嗎 剛剛前面我們有講到說 那個 我的可能的誤差的情況 有多少 對不對 所以這邊的話 這個星星告訴我們說 如果是 三顆星星代表說 我把這個問題給 猜對的 那個錯誤的機率是 小於1%的 那什麼意思 就是說 如果你看 以這個來看的話 他的意思就是說 受效益的這個年數 會不會去影響到你的薪資 那我們說 這麼多的星星代表說 他會去影響到你的薪資 而我這個錯誤的機會 小於1% 這樣了解嗎 反過來的話 我們看 如果這兩顆星星的部分的話 代表是說 我這個錯誤的機會是 小於1% 就是我有可能 大概有5%的機會 我會講錯 所以呢 另外這個意思就是說 工作經驗越長的話 我的薪資會越高 這件事情還蠻符合資訊 我的教育呢 我的血液越高 我的薪水也會越高 這個也沒問題 但是工作經驗的平方 就代表說 這兩個之間的關係呢 當我的工作經驗越多的話 他對我的薪資成長的貢獻 基本上會慢慢的減少 那極有趣的 男性相對是比較 比較怎麼樣 薪水比較高的 然後呢 我們說漢子通常相對比較高 有趣的說 小孩子的特數 小孩子的特數 越多 怎麼樣 會影響到你的薪資啊 所以呢 這可能另外一個原因 目前就是 大部分的年紀的爸爸 都不太想生太多的孩子 好 這個當然你可以理解成說 因為你如果有小孩的話 你可能還要多花時間去照顧 所以說你可能 沒有辦法全心全意的 就是把你的那個 薪資都放在工作上面 好 有趣的在公點這邊 我們看到 有真實合同的部分 也是比較大 本國的企業相對於外國企業來源 都比較差 公務門的部分在這邊 跟私務門的薪資 沒有太多的不同 但是那邊有趣了 我們說我們把我們的樣本分成四群 那四群呢 我們用它的副期 跟它的城市或是鄉村 我們把它分成四類 也就是會有所謂的 城市的本期 跟城市的非本期 跟鄉村的本期 跟鄉村的非本期 好 那我們呢 在這邊把所謂的 城市的非本期 當作參考組 那其他的三組 就是相對於城市的非本期來講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他們的薪資都怎麼樣 都相對是比較高的 我剛剛前面講到說 這個三顆星代表說 它都是很顯著的不同 而且這個不同是正向的不同 那城市的非本期 一般就是我們所常常談論到的農民工 大部分是農民工 所以其他的這三組 相對於農民工來講 他們的薪資水平都是比較高的 好 那我們這邊玩家 其實最後處理的是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想要去看看說 那到底 真正的 就是說因為這個 心致上的差異 到底是 是不是因為他們訊息 掌握的能力的關係 系列我們不看 但是呢 真正有趣的就是 我們剛剛前面講到說 那個 城市的本期 跟城市的非本期的部分 其實他們 相對而言 他們訊息掌握的 那個程度相對於差很多 那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說 為什麼農民工 就是相對來講 他們的 就是在新的 勞動市場他們 他們比較弱勢 當然有其他很多原因 比如說一般來講 他們交流水平就比較低壓等等 其實已經告訴我們 另外的 其實是說 他們的 對於所謂的 勞動市場上面訊息的 掌握能力 相對來講 沒有像另外三群這麼大 好 這是我們第一個例子 第二個例子 這個是跟 陳老師一起合作的 這個文章 那我們正聽文章 的第一 系列文章的第一篇 其實去年 裡發 就是發表在 台灣的 中國大陸研究企談 各位有興趣可以去找來看 但網上都有 然後我們最近還有另外一篇文章 在談的是預測 那我們其實還有第三篇文章 接下來要談的是 19大人次的旅程 19大 19大現在 最近發生的一些事情 晚上有些我們在聊 那個 我們這邊用的資料 是中共政治基因的數據庫 那我們問的問題是怎樣 就是說 Y這邊是所謂的 陸選 中央政治局 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說大概 每一屆大概是25個左右 那我們的問題是說 我們的處理問題是說 我們現在去把 所有的中央委員 跟 後部的中央委員 他們的基本的 個人的資料 全部找出來 那我們的問題是說 到底這些個人的特徵 如何去影響到 這個中共基因 或這個幹部 他可以晉升到 所謂的中央政治局的機率 所以我們說 一件數的部分 就是入選政治局委員 或政治局常委 這個部分是 其他的話是0 那 四面數的部分 或其四面數的部分 有他的幹部層級 啊 性別啊 他是不是有社會科學的背景 教育選評 少數民族 地方列印次數 是不是有有氧 是不是反規的 是不是有軍人背景 是不是有太系 那我們很快看一下結果 我們把16屆、17屆、18屆的 這樣的一個數據 都拿來做分析 那我們剛剛前面講到 我們想要問的是說 這些因素如何去影響到 他們會不會入選政治局 那 可以看到這個 性別的部分 在16屆、17屆沒什麼影響 但是18屆的話 它是負的影響 那負的影響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說 相對來講 女性是 比較容易 進入中央政治局 再來 效益程度沒什麼影響 12個背景沒什麼影響 軍籍的部分 17屆、18屆 不然反而越來越重要 好 比較有趣的是後面 我們另外一個問題是 派系 派系 我們把它分的比較細 江系知道是誰吧 我們的前前總書記 那個江澤民先生 所謂的派系 江系的意思就是說 這些人 他是不是跟江澤民有一些關係 有一些關係 那你可以看到 16、17、18 江系的部分 都是顯著去影響到 這些人 會不會進入中央政治局 但是 你看到怎麼樣 他的 絕對數值怎麼樣 越來越 越來越 這邊當然是17屆 是另外 我們知道說 江其實對胡有很多的影響 但是 對於那個 習來講 相對的影響 相對是小 還是有影響 可是相對比較小 所以你會看到 江系的部分 慢慢往下掉 有趣的是這個 團派 團派早期的話 我們知道胡是什麼 團派 對 所以在他的任內怎麼樣 團派可能 很有影響力 但是 到18屆 團派就沒有任何的影響力 相對來講 我們這邊講說相對 然後再來 隔壁世代 我們這樣叫隔壁世代 口語上叫 紅二代 紅二代 你會看到怎麼樣 原來是2點多的影響力 再來4點多 到第18屆 7點多 紅二代 紅二代 隔壁世代的網絡的部分 它影響力越來越大 第18屆的次數 越多 那當然就是它 越有機會能夠傾成 幹部級 如果它越高的話 它就越有機會能夠傾成 所以說 整個來講的話 我們後來用這樣的結果 再去做一些預測 我們希望能夠做的是說 我們希望能夠 正對馬上要舉行的十九大 人事的佈局方面 我們希望也能夠從 比較統計 比較量化跟科學的方式 來做一些人事上的議程 好 那 最後 希望 就是說我們剛剛很快 這樣的一個 就是一個小時的一個 分享的話 希望能夠讓各位 在這三項目標上 盡可能可以達成 你大概現在知道說 我們所謂的量化分析的話 關切的是集中跟分散的程度 然後我們也希望說 能夠用所謂的樣本 然後去推出我們的母體 然後再來的話 我們希望說 你可以因為這樣的一個小時的時間 大概以後去看一些量化分析的文章 不會再覺得說非常困難 比如說像我們剛剛 透過這樣的方式 你就會知道說 那到底真是一顆星星 兩顆星 三顆星代表什麼意思 它就是影響這個顯著程度 就是錯誤的機會 是不是小於1% 或是小於5% 或是小於10%等等 那這部分的話 就是我們講說 很快的用戰方式來跟各位講 說 到底我們的統計的分析 如何應用在社會科學的那個 領域裡面 或是我們學科的領域裡面 好 實際沒關係 我就先介紹到這邊 還有多少時間 大概是10分鐘可以QA 10分鐘 那各位同學有什麼問題要討論 怎麼樣 是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大家知道說我們這個數據就是越往前的話 那個數據越難找 所以說我們不是不錯 而是說 困難度很大 那當然就是說 我們這些數據的收集 都是在台灣這邊收集的 那政大其實目前 我們政治系的 後建文老師 他也有一個 中共政治基因的資料圖 的數據庫 但是那個部分的話 有不少 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數據是大部分 都是自己收集的 就是我跟陳老師 我們的那個助理 去收集的 那如果 各位有興趣 那也歡迎 來參與我們這個情況 那 因為你們在大部分的話 可以幫我們收集到15屆 14屆 13屆 的這些數據 但是 我知道 最近呢 我們的那個 習大大 說那個 不能 妄疫中央 我們這邊在談的 十九大人事故局 基本上就是在 妄疫中央 所以對你來講 可能不太方便 不太方便 但是如果你有興趣 歡迎來參與討論 再回來 那 所以我們現在 努力的 我們努力的是說 我們現在做到十六屆 那希望說 可以的話 我們盡量往前做 那但是 目前這個部分 因為越往前的話 這些數據越難找 越往前的話 數據越難找 所以說這個部分 確實是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希望能夠再去 盡量往前去做 是吧 還有其他問題 問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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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 就是 然後使用你也是 CES的數據 就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很 裡面很多數據 就容易缺失 對 然後就不知道怎麼對 對目差異處理 比如說很多 他的選項沒有大 然後很多就是 各樣的 我們使用在數據搜尋 之後 你教育到這個問題 你是怎麼處理的 剛剛你們做的那個研究 不要尷尬 可能有六千都要問 可能只有四千左右 或是三千左右 測試不算 因為你們還會搜尋 可能是 所以我們 你怎麼處理這個問題 這問題很好 那表示說你 真的是有去碰那個數據 那我們剛剛談的 都是比較理論的部分 那現在就是要來 談一下說 那實務上面 你在做量化分析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 來做一些取捨 那通常來講的話 就是說 你要做量化分析的話 不外乎是 數據 我們一直在講說 數據是非常重要的 那所以 數據到底在哪裡 那你要能夠去取得數據 不外乎就是 兩種做法 一種做法就是 你自己去做 你自己去把數據收起來 但是這樣的話 就是說 你要花很多的力氣 跟花很多的金錢 跟時間 那另一個做法就是 使用所謂的四級資料 你說人家 都幫你整理好 那你就拿來用 比如說像CGS 中國中國社會調查 就是一個 相對來講 完整的一個數據庫 好 那現在問題就是說 它裡面有很多的 缺失的資料 的缺失的部分 對 有時候你把缺失去掉了 做出來就不顯著了 對 好 所以問題就 回到我們剛剛在談的 我們剛剛前面不是講到說 我們如果只抽一個 這個物差可能會很大 你如果抽越多個的話 那物差相對就會比較小 所以問題就來了 我們一直在做所謂的 那種所謂的 所以你要去權衡 權衡什麼 就是說我如果要納進更多的 數據的話 這個樣子要更多的話 那可能你就要丟掉一些 所謂的 變數 好 丟掉這個 第一 當你如果想要放進來的 變數越多的話 那因為變數多的話 有些缺失值 如果在那裡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用 所以你要去討論就是說 到底 我如果有一些相對 不是那麼重要的變數 而這個變數加進來之後 會讓我可以使用的樣本數減少 這樣你就要考慮說 那是那個變數就不一樣 所以第一個 你可以參考過去的文獻裡面說 然後再討論 哪些變數相對是重要 那些變數先做 那這樣的話 你就不會因為說 你是想要考慮20個變數 而讓你真正可以使用的 這個樣本數就變得很少 所以通常來講 比較好的做法 你先去看看說 哪些相對重要的變數 你就先放 然後真正你想要討論的一些 可能特別的一些議題的話 那些變數不能不放 那你再來考慮 所以這邊有幾個那個 就是科理來檢查的方法 第一個就是說 你原來是4000匹的樣本 跟3000幾匹的樣本 當然4000匹的結果 跑出來會相對比較好 可是呢 如果你有一些變數 真的你不能夠不要的 那放棄來說 會導致你 從原來可以用4000匹 變成3000匹 那我剛剛講就是要去討論 我剛剛談的這幾個問題 另外的就是說 那你想要了解說 這個3000匹跟4000匹 是不是其實 這個3000匹 也是相對具有代表性 那要怎麼做 通常的做法就是說 你把一些4000匹的這些 其他有數據的這個部分 去看一下它的一些統計量 然後這個統計量 當少掉1000匹剩3000匹之後 再去看看它的統計量 這兩個統計量 是不是差異很大 你可以去做一個簡單的T test 大家要覺得我意思嗎 我再講 我為了要能夠放進來更多的變數 我有時候要犧牲掉一些樣本 因為並不是每一個樣本 每一個變數的數據都有 它會有些缺失值 缺漏值 所以呢 我如果為了要能夠放進來更多的這些變數的話 我有時候需要犧牲掉一些樣本數 那犧牲的同時 你就可以用我剛剛講的方法就是 我這4000匹 我去看看 比如說它平均的年齡 或性比的比例 跟我就用這3000匹 它平均的年齡 跟性比的比例 來做比例 看看說這兩個群 一個用4000匹才算 一個用3000匹才算 是不是其實差不多 就是你有一些其他的變數 可以幫你來檢驗 看看說 你如果 為了多一個變數 而犧牲掉1000匹資料 那到底 這剩下3000匹資料 是不是還可以相對完整的 來代表你的問題 那了解 了解嗎 不過其實包括 包括樣本數的大小 多一樣多少 CNN對比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缺失值 不僅是這個 就是 CNN數據很多裡面 它的收入是沒有甜的 是 然後我有時候 把平均素 就是平均化處理 但是我也是沒有問題 因為剛 您做的就是 收入平均小 那這樣怎麼辦 就是 它收入太多沒有甜了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基本上就是說 我們的做法 因為CNN它本身 就是 一年 比如2008年資料 它有1萬多點 但是它 扣除掉一些 可能相對 不是那麼完整的數據之後 其實我們真正用 我們就只有到1000筆 但是我們 有去檢查 剛剛我講的那個部分 我剛剛檢查部分說 我去看一些 基本的一些統計量 是不是 相對比較大的 那個 量的樣本 跟我們現在 1800多米的樣本 它的差距很大 那 基本上我們檢查之後 發覺其實差距 並沒有很大 也就是說 用1000多米的這個資料 相對它的代表性 還是夠的 還是夠的 對 對 好 我覺得CNN數據是比較延適 因為我們學校就做這個 你先來個學校 我們是下廣大學 就是有成間 跟人大一的成間 做這個 這數據都是比較詳實的 因為我們自己去做調查員 去做這個數據的時候 就比較嚴謹 還是可以學校 藉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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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 剛剛這個問題 沒有的話 那 我們 就 早上的這個 就是 統計的這個討論的話 我們就到這邊 那 各位如果還有其他的問題 我們中間休息的時間晚會上 所以說 可以跟我們討論一下 那不然就是晚上 晚上 各位如果 如果我們方面有些 就是量化 分析上面的需求 或是一些分享的話 歡迎來跟我們討論 好不好 那我們早上的那個 課程就提到這邊 好 謝謝